多謝主席 專業的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下午好 近幾年 特區政府在衛生範疇投入了近8億的公共財政資源 構建全面的公共醫療安全網 而現在的醫療系統當中 除了特定的群體 比如 孕婦 兒童 中小學生 65歲以上的長者 以及患有重大疾病的居民可以享有免費的專科醫療服務之外 對其他居民醫療保障覆蓋仍有待提升 政府曾經在委託大學進行澳門醫療保障制度研究 提出向未享受免費專科醫療的人群增加透過發放保險券 鼓勵推行自願私人醫療保險和災難性醫療資助機制 長官閣下 在2019年競選時亦提出 將會進一步檢討醫療管理的制度 研究引進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可行性 所以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政府目前還有沒有就澳門醫療保障制度研究 當中提出的兩項建議措施進行研究 有關的評估情況究竟是怎樣 隨著公眾對醫療需求逆益具增情況下 會否檢討醫療管理的制度研究全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可行性 為更多居民提供全面的醫療保障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施加倫議員有關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來說 政府是有作有關的研究 我們分別有委託有關的不同機構作研究 我們自己的統計局也是作研究 以及我們的金管局都和我們有關的保險公司 作為專題的溝通會議 所以我們一定要拿到數據 一定要拿到數據 我們才進行有關的進一步的探討 根據最近的我們的資料來講 2022年保單的數目澳門 澳門居民持有個人醫療保單的數目有33.5萬份 較2021年上升了1.5% 按照年齡劃分的保單的數量 在購買個人醫療保險的人士的歲數中 最多為18至44歲佔了48.1% 其次為少於18歲的20.9% 45歲至64歲的22.7% 65歲以上只有2.7% 即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政府在管兩頭 第一頭來講是在學的 讀書的我們全包 65歲以上的全包 在這個階段裏面 如果是有癌症 精神病等等這些病的規定下 都是全政府的 所以現在澳門居民是對於有關保險 是十分之認識 和我剛才和大家所看的比例 都是一個十分高的比例的地區 加起來說33.5分 已經看到我們兩頭 老人家那邊已經佔了 65歲以上佔了澳門14% 九萬多人 我們還有學生 兩大頭我們計算之後 基本上已經是存覆蓋的 如果我們政府再去 在現有的醫療制度裏面 我們是去社區中心等等 都是免費的 只是去到山頂醫院 有一部分要支付費用 但大部分都是比較低的 這個已經是建立了一個全包圍的一個 醫療體系 對澳門的居民 我們不會說 哪個人是因為看病看不起 而是失去醫療的有關的支持 必須會有的 還有不會說因病而反貧 所以這方面政府已經全包圍了 所以在這樣的制度下 我們暫時來說 我認為這個制度已經是適合澳門 以前來說 我們要送出去外面 那麼協和醫院 希望我們達到我們的後號 帶病不出澳門 我們自己澳門可以解決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已經在醫療大健康方面 我們已經是一個全完整的一個系統 由社區的醫院到我們有關的政府的醫院 我們還有幾間私人的醫院 所以這方面是私立醫院 所以這幾個方面來說 我們應該是不需要政府再去為某種人 他原來已經有保險的制度 再墊加多一張保單 因為這也是公帑來的 大家要明白 這也是公帑的開支 因為買保險 不是一年一年買 這些不是工商保險 這些是一個長期性的 賣醫療保險 大家都知道 不是一年一年買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 暫時我們的回復是這麼多 好嗎?多謝你